30万 对啊 现在还有30万 去越南农村找个老婆上了 哈喽大家好 上课视频是我一个人拍的视频 我在评论区收到了很多鼓励和支持 大家也对我比较认可 对不对 谢谢大家的支持 不辛苦 我还是那句话 在小姐的团队转 我会一直坚持努力做下去 毕竟坚持一年了 大家也支持我们一年了 我们不能让大家失望 也要大家就是说 在大家的鼓励之下 我们坚持做下去 越来越好 好不好 是吧 加油 加油 不管怎么样 是吧 那么多多少少还是有点 钱的 好吧 存款的 还有存款 肯定了 一点钱没有怎么怎么办 偷偷每天说的话 没钱的家闷 就是还有存款 有多少的 这个不好在这里说吧 这你不要这样问多少多少 等下你再骂死我了 够彩礼了 昨晚是准备一回中国的娶老婆 还够娶老婆 你这样说我都真的很想说出来了 说什么说的 哈哈哈 但是你说够彩礼吗 不够的啊 我的就是为了维持团队 接下来几个月的开销的 哪里还会有结婚的 我还没考虑那么远 哈哈哈 说 说说我说一下 你 就是大概 大概 嗯 大概 说就说怕什么 我大概还有算一下 还有二十多吧 二十三十万 二三十万 对啊 越南顿啊 肯定不是越南顿啊 哈哈哈 轮廉币是吧 对啊 那这样够娶老婆了 但是你们感觉二三十万挺多的 对你们来讲 对啊 但是对我们公司来讲是不算什么的 可能很多朋友觉得 啊 我讲出来二三十万 感觉好多的样子 但如果说 对一个上班的人来说 可能要几年才存的够 对吧 说明 但是我们不一样 我们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是做这个项目 是老板 你看看一个月 比现在现在这个行情的话 你看看我们 所以这样就年十一月份的 一半都没有 对不对 到现在为止 所以说 你这个月 那我要给你们发工资吧 房租要吧 对不对 如果下个月怎么办 对不对 一个月最少要五六万七八万吧 是不是 你感觉三十万很多吗 这作为老板呢 是不够的 最多就是三个月的备用金 知道吧 如果我是像你打工 我什么都不用管 我一个月哪怕我一万 我也很开心 有三十万存款 我可能就会计划要娶老婆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现在在做这个下谋 做这个团队 所以说这样也不算很多的 对吧 是 所以为什么压力大 你看看 就三十万还不到 你们要去中国的话 我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现在去中国要租房 对吧 飞机票签证都还 对吧 还要给钱 一下子要花大几万 到中国要租一栋房 半年了要付吧 又要几万 一下子十万就没了 还有你们的工资 所以说这 就为什么上一个视频 有点跟大家说说呢 确确实实是有点压力三大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很多粉丝说的好 破釜神州啊 我们到了中国 可能就要往好的方面讲 人家乐观点 可能明明就一下子成为大网红 大明星了 是啊 一下子就让我赚了 那不就可以了吗 对不对 所以说 但是不管怎么样 我说实话啊 我还是真正想的 真正做我一个老板 大家不要想我做 我是不一样了 我就是比较做什么 都是不想后果 也是每次都是到了 绝地成生的时候 正儿八经的公司 其实要留够半年 或者一年的备佣金才够的 其实像我这样的话 最多就三个月 备佣金 带你们去中国 三个月就没了 所以大家要一起努力加油啊 把这个团队撑下去 卖的话到时候 老板发不出工资怎么办 请发工资啊 发不出工资啊 哈哈哈 卖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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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你 要是卖你没得到 你这些人 所以说啊 大家要一起努力啊 有时候对 你们也要帮忙 想想题材拍拍视频 直播的时候也要努力 你完全靠我一个人的话 确实实实也真的 我是赚多赚少都问题不大 因为现在来讲我也是 对吧 没那么看重这个 但是我希望这个我们这个团队走的越来越有越远一点 是啊 因为毕竟我们也坚持一年了 从2020年做了一下 现在2020年一年到10月份到现在也差不多一年多了 也不容易有这样的粉丝基础 也不要辜负了所有的铁粉的支持 对不对 对对 如果现在这样散了 大家都会很 对吧 很不好 是的 现在还有散了 但是如果去中国了 然后去那边的拍视频了 做工作效果不好 那你们要30万我们怎么办 哈哈哈 你神奇啊 你为什么老是这样想 我都没想过 你带我去中国了 但是我也要想一下 你每次都把最外的打算说出来 我都是玩好的方便想的 我都是想去赚钱的 我没想那么多 说什么 你说如果吗 如果啊 如果真的花完了三个月对吧 没有钱了 那去那老婆肯定会想办法借钱啊 或者融资啊 借钱 那你有朋友多钱吗 哈哈 好像没什么朋友 哈哈 真的是 那老婆 如果这样的话你就不如不做了 拿个30万去取一个老婆结婚就好 哈哈哈 正 你在越南30万够取一个老婆了 对了 以后上一天还有一个老婆 如果以后上一天就没了 就没了什么了 是 那如果 那如果知道要亏完的话 那不知道的吗 我们还是 第一个我们要想拿这个钱去赚更多的钱 这是一个老板的思维 不是像你这样想的 懂吗 不是像你男工这样想 我有30万人就不干嘛了啊 嗯 等到你有30万的时候 你不这样想了 这是第一个 我们是想做的 第二个问题 这个团队啊 谢谢你你是感觉不到啊 云云肯定是有感觉的 嗯 我们做了这么多年了 这越南也没做 赚什么钱 是第一第二 现在也没什么好生意做 对吧 好不容易把这个团队做的这么 就是 不是成功吗 这么这么这个有基础吧 对吧 嗯 你现在不做了 我粉丝都要骂死我 别说你们了 对吧 是吧 好不容易做到现在这个地步 有这么好的粉丝基础 有这么能支持 大家 关键是大家也喜欢你们 你知道吧 粉丝也喜欢你们 你说现在不做不可能的 啊 我有 你老板也不可能像你这样的 一点元大包袱 有30万我就满足了 就不做了 就娶老婆了 在中国30万还不一定能娶到老婆的 是 对啊 那我才说你在越南嘛 没有说你回中国 中国没没地方住了 对啊 不认识你了 在越南 哈哈哈 像什么可以吗 原意 Question good 那 可以吗 你现在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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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实这个节目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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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不同意 你看到没有 哎呀 先生 先生可以 先生不行了 所以呢 你去什么 你上上的人 你也要去举个跟你一样的 下上的人 哎 不说了 反正都是累 不管 有个老婆就累了 不管怎么样 对吧 大家要一起努力 你们平常的时候 没事做 不叫就把手机发带啊 跟我一起去想拍摄视频的题材 对吧 好好努力去做好直播 我们不要想亏呢 怎么办 我们要想下个月 比这个月好 这个月强 这样才能进步 对吧 对吧 对 要往好的方面想 乐观一点 天天烂想的话 老板没什么 像你们这样子的话 老板每天都睡不着了 等下 本来就睡不着 哈哈哈哈 三个月之后亏完了 更睡不着了 哈哈哈 头发了掉光了 对啊 所以说不要去跟老板 挂出这种亏钱的思想 好不好 高水压又来 对 所以说我们要努力做 拍好视频 好吧 做好争取在回国之前 还有 我现在下个下个星期一星期二就出签证了 出人签证 还有十多天就过年了 你们是过年前去还是过年后去啊 你再学学 好 你没想过 我如果只有十多天过年的话 你是年前过去跟我老板去拍视频 是拿到签证再说吧 拿签证啊 但是我建议 每年的大业力啊 什么都有好多题材 这样子的话 做的好的话 可能视频就火了 可以多坚持几个月了 可以多赚点备用金了 真的我是这样想的 不开玩笑的 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因为年后过完年之后 就很多题材就没了 到时候就 没那么好的流量了 年前大家都回家过年的有时间看视频 没事的 本来你家也是在上上吗 然后祝你家重庆的过年一次 再过年一次 你们过去了 你说傻过年之后 还拍视频 没那么好 老板 那现在你要什么 准备多一点钱 为什么准备多一点 我不想 那来中国三个月后又回来了 我想留在中国 久一点 久一点 然后现在也要准备多一点 你别让三十万的三个月就不亏完了 这个是两个问题 你不能这样想 第一个问题 你要想这三个月怎么样赚到钱 才能酒不睡 老板做准备钱来亏 你ok 对不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 你要想太久可以吗 你不要工资就行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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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那不就行了 不以为要工就那不行 对啊 所以说那就是只有第一个问题了 大家一起努力赚到钱 不是我准备很多钱来亏掉 那也是我真的像先生说的 我不做算了 我现在还有三十万 去越南农村找个老婆算了 对啊 那找钱的亏有什么意思啊 对不对 说不定啊 所以说嘛 所以说当然你这样最快的打算也是好的 但不管怎么样 对吧 好好做吧 其他的也没什么对吧 好好做大家一努力做 嗯 实在不行的话 那你们不是要去留学吗 就去留学了 那只能兼职啊 那就当副业了 不能当独业了 如果一直赚不到钱的话 那也没办法了 对不对 那只能说兼职做了 其他我要找其他事情做了 那本来就是这样的 你一直赚不到钱怎么办呢 但我相信现在疫情不是开关了嘛 应该会以后会好一点嘛 希望好吧 大家有什么好的 就是说 嗯 变形方式啊 就可以也可以给我们建议一下 这样子的话 让我们团队走的够远一点 因为毕竟我一个人的想法有限 能力有限 大家粉丝里面都是人才啊 多多巴马出磨划策 对不对 让老板做久一点 让我飞人里面看不起 所以我做三个月他就回来了 怎么这样的 相信老板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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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吗 说明先生相信我吗 嗯 老板你有没有考虑过是 呃 带货 带货我也考虑 越南的特产 他们说咖啡 咖啡什么呢 都可以考虑啊 到时候试一下吧 嗯 带货越南 带货越南 但是那个 搞个相亲的结果 哈哈哈 不行 不行 看看评论的 哈哈哈 不行不行 反正都可以试一下 尝试一下啊 看看粉丝有什么建议更好的 我们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也谢谢大家上个视频的鼓励和支持 也谢谢大家这么久以来的鼓励和支持 好吧 我们坚持做下去 不让大家失望 好吧 好 那口号 小怕公营 一路有你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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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